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穿婚衣好看嗎? 我是一個歌手,但是我也是一個演員 穿婚衣不是我第一次 不過沒有一次是屬於我自己的 這個也都是我,可能是我一生的遺憾 我經常覺得,夕陽和黃昏都很人 但是很短暫,我們應該更加珍惜 更加快點去爭取 你們身邊想要的東西 如果不是,省眼,我們有什麼動作? 身價不菲,卻難逃宮頸癌的魔爪 這朵紳士坎坷,搖曳一生的女人花 終究隨風而逝 千萬別說你有錢 商界富豪 商界富豪,王君堯,富甲一方 身平赤茶商界,無往不勝 甚是英才,最終還是無力與肠癌抗爭 從此一眠不息 千萬別說你有錢 無論你是生名前鮮賢的大亡明星 還是一貧如洗的平頭百姓 竟不要忘記,身體才是革命的本獎 沒了健康,別的一切全是空談 千萬別說你有錢 李庚之子李啟明 囂張跋扈,酒後肇事 致人一死一傷 卻口吐狂言 有本事你們告去 我爸是李綱 將這個時代狠狠落上 拼跌兩個耻辱的字眼 殊不知 再有錢再有權 也難逃法律制裁 千萬別說你有錢 成龍之子 房祖明 幾萬千光芒於一身 應借龍頭老大成龍 在年少無知 涉嫌吸毒的兒子面前 也只是一位慈愛寬容的父親 放低身資 向社會大眾公開承認錯誤 只求兒子獲得重生 好好做人 千萬別說你有錢 無論你是為了錢全勞累的父母雙金 還是年幼親福的年輕浪子 請停下你狹隘膚淺的腳步 思考一下家人需要你的 到底是優越的物質生活 還是溫溫的精神關懷 千萬別說你有錢 國民老公王思聰 家財萬貫 坐擁各路角色家人 真實版后宮甄嬛傳不斷上演 是情投意合的真心相伴 還是如孩童般過家家的玩樂消遣 千萬別說你有錢 無論你是萬人矚目的大人物 還是無人知曉的小人物 請不要讓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 沖垮你內心的寧靜安然 千萬別說你有錢 央視財經頻道的知名主持人 瑞成剛被檢方帶走後 那些他口中的名流朋友 有誰站出來替他說話 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你是否已曾不可一世地 高估過自己的人脈圈子 千萬別說你有錢 當你買名牌服飾 跟別人盲目攀比的時候 當你在價格昂貴的商場櫃前 流連忘返的時候 你可知道 父親為了省下一元公交錢 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 母親為了多攢幾毛錢 每次撿起別人喝盛的空飲料瓶 千萬別說你有錢 當你在外面花天酒地交涉銀翼的時候 是否還記得當年他不顧家人反對 與一無所有的你 擠在那間 只放得下一張床的小平房內 打拼未來 是否還記得那一夜 與朋友拔酒言歡 你當著眾人的面 發誓要讓他過上好日子 難道如今讓他獨守空房 寧願和別人寒暄半天 也不願對他虛寒問暖 就是你口中所謂的好日子嗎 千萬別說 你有錢 當馬航MH370 失勢墜毀的那一刻 你能否感受 飛機上二百三十九條生命 突然面臨死亡的無重 及其家屬失去親人的絕望 千萬別說你有錢 當天津唐湖開發區爆炸聲 震驚全中國的時候 你能否感受到天津人民的悲痛欲絕 以及一百多名消防官兵的從容就義 千萬別說你有錢 當傷亡事故在我們的身邊 不斷上演 慘痛悲劇在我們的眼前不斷發生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意外和明天到底哪個會先來 在浩瀚無垠的心和宇宙中 偉大或平凡的你 只不過是滄海一宿 微乎其微 在這些天災人禍面前 再多的金錢 也如糞土一般 滄白無力 人來時一絲不掛 去時一縷青煙 所以當你面對全世垂眉折腰的時候 當你感覺現實和理想有差距的時候 當你覺得委屈傷心無人理解的時候 當你為了恩怨情仇耿耿於懷的時候 當你為了利益得失斤斤計較的時候 當你為了地位高低勾心鬥角的時候 你不妨靜下心來 清理一下心田的雜草 用心關愛你以前沒有好好珍惜過的人 用心感受以前沒有在意過的事吧 曉華一世紅顏夜老 繁華落盡平淡歸真 很常見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